绝地救援当中 男主角麦特戴蒙 在火星搭建温室种出马铃薯 而在现实生活中 美国太空总署NASA 发布最新消息 人类史上第一批太空萝卜 已经在上个月的30号成功收成 预计将在明年送回地球研究 男主角为了生存 在外太空开启自己自足的 不可能任务 成功种植马铃薯 看似夸张的电影剧情 如今却真实上演 美国国家航空太空总署NASA 传回令人振奋的消息 透过缩食影片 记录太空萝卜的成长过程 利用太空种植机器 提供光与水 投食监控温度与二氧化碳浓度 萝卜在27天内成功采收 总共采收20株萝卜 美籍太空人鲁宾斯 留下这张历史性合照 继上一回在太空站 投下美国大选选票后 鲁宾斯将人类史上 第一批太空萝卜 运回地球进行研究 过去最早的是 种植一些豆芽菜类了 然后接下来是马铃薯 那最近这次的萝卜呢 相信也是同样的现象 只是为了证明说 我们在无重力环境下 仍然可以种植食物 突破太空窘境 人类再度挑战宇宙奥秘 如今只能在电影科幻 小说上演的情节 一一被实现 借台北综合报道